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 出乎意料 土耳其竟把美国打耸了 库尔德人这次被特朗普坑惨了作者 一名 图片来自网络中东问题 之所以如此动荡不安 无疑和美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公然支持土耳其死敌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悍然出兵 面对北约盟友土耳其的怒吼 让美国无疑更加难堪 随着俄罗斯在中东地位不断增强 土耳其已经不断靠近俄罗斯怀抱 面对中东不利局面 美国只能向土耳其认怂 1月28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披露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马斯特 在与土耳其总统顾问 进行电话交谈期间 美国已经停止向库尔德自制武装 YPC提供武器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通过电话 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美国将停止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 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部 1月20日宣布 对叙利亚阿富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开展 橄榄之行动 至今已在阿富林打死300多名库尔德武装人员 不难看出美国主动停止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的表态 显然是耸了才主动向土耳其伸出橄榄枝 作为曾经甚密的朋友 都能走到反目成仇 真让各国感慨万分 美国不再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的表态 无疑说明在土耳其出兵叙利亚问题上 美国放弃了库尔德武装力量 美国更不会打击土耳其 是对土耳其的示好 然而更多是无奈的选择 一旦俄罗斯与叙利亚 土耳其和伊朗建立地区联盟 美国在中东无一寸步难行 因此美国不得不认责 虽然土耳其地位比不上英格法三国 但在北约内部也是具有一席之地的 号称北约第二军事大国 绝不是浪得虚名 而美土关系 因为美国策划土耳其政变已经出现裂痕 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 无疑是自己走了一步抽旗 土耳其只能与美国更加走远 美国与土耳其持续恶化 必将导致北约内部矛盾纷争突现 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将名存实亡 对北约来说绝非好事 苏联的解体已经让北约的存在有许多疑问 一旦发生连锁反应 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为了北约 美国也必须认识 当初特朗普批准向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 就是为了支持库尔德人跟土耳其作对 无疑是对土耳其国家的分裂行为 不仅是土耳其卷入战火 还是库尔德人备受打击 仅仅为了一己之私 却陷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于水火之中 把中东局势搅混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分裂行为的发生 土耳其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接对库尔德武装进行打击 无疑也是对美国的强硬警告 说明土耳其在维护自身和新利益问题上 没有任何商量和可谈的余地 狂妄自大的后果就是为自己后果买单 美国显然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也小看了土耳其的胆量 而土耳其的疯狂和愤怒绝不可能轻易平息 也只有对库尔德武装彻底打击 才能让土耳其出一口恶气 显然美国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和利害关系 停止向库尔德武装 提供武器向土耳其认怂 虽然被打脸但也不失为明智之举